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3月8日表示 尽管国际社会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但中国正在加深与俄罗斯的合作 国家情报局艾威尔海恩斯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告诉立法者 在过去的一年里 中国的威胁应与俄罗斯的深化合作而变得更加复杂 这显然也是情报界高度关注的领域 听证会恰逢情报机构发布年度全球威胁评估报告 该报告主要关注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 海恩斯说 不用说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从经济、技术、政治和军事上对美国的挑战越来越大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说 在乌克兰问题上 中方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 致力于劝和促谈 推动危机政治解决 美国一边向乌克兰战场输送致命性武器 不断推高紧张局势 一边散布有关中国的虚假信息 对中国指责抹黑 我们绝不接受美方的胁迫施压 美国要做的是缓和局势 劝和促谈 而不是拱火交游 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 我们的一切之端 两者 在第二组 下纸 下纸 雾 雾 雾